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为确保消费场所公共安全,台南市政府公务区于农历年前对南市23家大型百货商场进行无预警抽查,抽检结果即7家不合格,以要求业者立即改善完成。 公务局表示,为让市民安心过好年,呼吁业者除赚钱外,更因强化自我管理机制,市民如有发现违规情势,可尽向公务局通报,如今查或足以影响建筑物公共安全情势,将依建筑法从重处罚。 公务局表示,一般消费场所常见的不合格原因多数动态性的违规太阳,例如在安全梯间,走廊,室内通道,等逃生动线堆积杂物,或于自动卷门下方设柜或放置花车,致影响防火卷门正常起降,甚或防火门自动关闭装置损毁无法闭合,导致破坏防火区化的完整性,或于安全门扇回转范围内摆置摊位。 防火门加设删锁或电磁阀等管制门禁情形严重影响人员逃生避难功能。